好继续带来看到在大同大理部落接待遭到花莲县政府开罚的争议持续燃烧 当地居民反映山区没水没电也没有路 难以达到合格民宿的标准 那么立委吴丽华就协调相关单位进行座谈 决议专案辅导协助申请合法民宿 大同大理部落接待三有的家屋遭到县府开罚争议不断 当地居民认为在山区没有便捷的交通 而且家屋要符合民宿规范合法化标准以及程序 似乎出现了多头马车的情况 我们在国家公园的福岛过去到现在国家公园 这么对我们友善起来是县政府把我们 这个可能就是涉及到我们现在的非常大的一个危机 也是一个转机 我们的担忧就是说我们希望说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都是大家口头上的承诺 那后面的这个执行的部分 我们还是希望就是三方的政府单位能够多对的就是给予我们协助 那包括在执行面的部分能够怎么样的给我们使力 这是我们现在目前还是有稍微有一点担忧的部分 而县府观光产业科长表示民宿合法化部分也将以专案方式进行 接获申请后会安排限刊 但前提是必须符合依照观光发展条例办理 而永续的发展还是建议 就是依照我刚刚前面说的 取得这个使用执照或者合法防证来申请民宿登记 将周围的下一代还是可以继续的传承继续来做 相关单位在座谈会后研以解套方案 泰管处强调将全力协助合法化事宜 而政务委员张景森也建议国家公园管理处 新建三屋计划 因纳入当地现有房舍协助修缮 即可提供三屋服务 所以不能够用一般的都市的三屋 都市的这种民宿的标准来要求新建 那火车根本就新建不出来 新建不出来就无法服务山游 无法服务山游 三七经济不能火落 那我们三地我们原住民经济来源有问题 同时它也不能够带动 这个像花莲这个地区的观光 未来能够针对这种很特殊的 没有水没有电没有路的 这种提供三屋服务 应该要跟所谓观光发展条例里面的民宿 希望能够跟他脱工 那因此呢 针对这一次我们用专案来处理 协助辅导他合法化的过程当中 我们希望短期之间能够取得 透过合法的房屋证明 或者是使用建物执照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协助他现刊之后 能够就地的来合法化 而立委吴立华表示 后续将协调交通部观光局针对本案依据观光发展条例 沿以弹性合法申请条件 逐步解决大同大理部落所面临的接待问题 记者林杰 休林乡 蔡华谷大